透过种树,让小朋友能够了解环境与生命教育 学校为了传承种树护树的理念,推广环境和生命教育 学校规划了一系列爱树的活动 包括武汉大树有约的真话,种下班级树与生活特展 校方也安排各班带领参观 用许愿卡写下心中对环境生命的感受 感觉上环境的变化太剧烈了 然后种树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103年就是5年前 就是小姨先生他们要入学的时候会有个开学仪式 那我们就想说这开学仪式要比较特别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引导小姨先生每个人种一棵树 那希望说这棵树可以陪他到毕业 然后这棵树虽然留在学校里面 但是他以后长大还可以回来看这棵树这样 所以我们就发起这样子的 种树迎新去的这个活动 就是针对种树的课程啊 比方说种树对我们环境会有什么影响 还有事实上关于种树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在做 现在六年级的同学在他们小一小二时 照顾小树苗的两年记录 真实的记录他们对小树的呵护与期望 孩子可以从中了解整个环境生态的重要性 进而认识树的成长 学会怎么种树 史方新闻郭文许健一高雄栽芳报道